在热闹拥挤的台北国际旅展族人穿着族服努力的向民众介绍部落旅游行程 希望带领民众进入部落进而带动部落产业 其中台中市圆明会就与部落族人共同规划 以台中泰雅族人主要生活的河流流域发展套装行程 让旅客不只是到部落游玩 也可以了解到当地族人生活发展的脉络 我们泰雅族其实在台中只要分前山后山 那我们就是以流域的部分来去划分 就是大安溪 大甲溪 以及离山地区 所以我们园区跟布园湘一起策划了一个游城 就是三套不同的体验 另外来自屏東县的牡丹香公所 则是以无色无味可饮可遇的碳酸温泉 旭海部落温泉为亮点 藉由在地化经营 让民众与族人更亲近彼此 血海温泉目前的经营方式是 公所委托社区发展协会 包含了我们周边的血海草原 那我们里面的员工都是使用我们在地的族人 让在地的族人有机会就业发展经济 部落旅游紧扣着永续核心 降低环境冲击的同时 支持地方经济 促进文化发展 在这次台北国际旅展 云民会整合全台北中南东各原乡地区 推出碎石记忆文化 秘境文泉 饮食文化等主题的限定旅游路线 希望提供民众客制化的旅游攻略之外 更期盼民众用心感受部落丰富的自然人文神态 有些新闻怎么倒是不来热热台北施 这次采访报道